台湾这个地方其实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这个菜日本比较便宜 哎呦牛奶好贵哦 这要2000块 这是我在台湾常常发生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子 我今年住台湾差不多11年了 所以已经很习惯台湾的生活 其实有一些地方我觉得 住台湾比住日本好很多 我觉得在台湾的生活很自在很开心 我很喜欢 但是这几年慢慢的发现 台湾这个地方 其实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大家猜猜看是哪一个地方 答案就是 台湾的物价并不便宜 是不是几年前大家觉得日本物价比较贵 日本东西很贵 日本可能交通费啊 在生活上的税金啊 要付的钱很多 所以很多人觉得在日本生活很辛苦 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 还没住在台湾的时候 以为台湾物价非常便宜 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旅游的时候 因为是来台湾网嘛 在很多地方吃很多小吃 喝了很多饮料 去夜市买很多便宜的衣服 我觉得台湾物价真的很便宜 可是后来真的在台湾生活之后发现 其实普通的生活用品 还有有一些在超市买菜的时候也感觉得到 这个菜日本比较便宜 哎呦牛奶好贵哦 上次在日本看到牛奶才二三十块台币而已 怎么台湾卖九十块 好贵哦这样子 上药局买的化妆品 天呐上次在日本的东京买的两倍价格 真的常常发现这个问题 后来想一想 想说其实这是应该的嘛 因为要寄过来嘛 所以还要付运费啊 还要很多手术费啊 关税啊什么的问题 我知道日本的东西在台湾买很贵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的嘛 可是最近发现的就是 像我常常要煮饭的时候 去超市买菜嘛 比如说今天煮咖喱饭好了 最近米刚好没了要买米嘛 咖喱饭还要什么 红萝卜 还有香菇 还要买牛肉 牛肉不能随便买 当然要选比较好的肉 来结账 这样买一买我发现 这样买很贵耶 只是在家里煮个咖喱饭 而已我们家四个人份 来附近发现 诶 这样要两千块 算一下 诶 这样子在外面吃咖喱饭 不是比较便宜吗 对 这是我在台湾常常发现的事情 在台湾买菜并不便宜 除非你特别去那种菜市场 买便宜的菜 但是我们家附近 没有这种菜市场 所以如果要去菜市场买的话 还要花时间开车去 然后还要付停车费 为了买菜 为了买菜还要付有一些交通费 这个也不划算啊 最夸张的就是牛奶吧 我之前也在新闻报道看过 说台湾的牛奶是世界第三贵 吓到了 为什么台湾的牛奶那么贵 我从小就习惯喝牛奶 喝咖啡的时候也要加牛奶 每一天会喝牛奶 我们家冰箱不能缺牛奶 上次我回日本的时候拍了一些 在我们家附近卖的 有一些东西的价格 给你们看一下价钱的参考比对 这是最近在台湾的超市拍的照片 仙如卖大概80块到90块左右 这是最近在日本的超市拍的照片 你看看这个价钱 日币147块是台币大概33块而已 要比价格的话 当然要挑比较有名的牌子对不对 来看下一张照片 不好意思照片模糊了一点 这一家超市日本比较有名的仙如卖 卖180-250块日币左右 是台币41-57块 这些是900cc的果汁 日本超市卖22块台币而已 接下来看一下我最爱吃的纳豆 这家台湾的超市卖75-104块 日本卖17-22块台币左右 这是乌龙面 日本特价的时候很夸张 上次看到119块的 是台币4块而已 这是日本卖的无糖咖啡 价格台币18块 猪肉台币80块 美国牛肉台币100块 这些冰淇淋全部都是78块 是台币17块 这个好吃的巧克力饼干卖77块 大家应该觉得你们在日本乡下 当然比较便宜啊对不对 上次去东京还有大阪名古屋 去超市看了价格差不多耶 日本一瓶牛奶平均价格大概是台币53块 日本的平均台湾呢 台湾牛奶价格平均 网络上是写说93块 日本的牛奶比较便宜 住在台湾的日本太太 大家集合的时候常常在讨论这个 最近回日本 觉得日本东西好便宜 对不对 大家都讲一样的话 最近在日本超市看到很多东西的价钱 回来台湾之后看到所有东西都觉得很贵 所以我才发现为什么台湾人那么爱吃外食 日本人比较不会每天去外面吃东西 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妈妈每天在家里煮饭 因为在外面外食 跟在超市自己买菜回来自己煮的价钱 比起来的话当然自己煮比较便宜 可是在台湾的话 我自己觉得去外面吃小吃比较便宜 难怪那么多台湾人很喜欢每天去外面吃小吃 早上去早餐店吃早餐 午餐吃便当 晚上在外面随便吃个东西回家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最近也是常常在外面吃饭 是因为在台湾在家里煮饭 跟在外面吃好吃的美食的价钱 比起来的话 在家里煮还要花一个小时煮饭 所以这样子考虑了之后 在外面随便吃个小吃 随便吃个锅贴 又便宜又好吃 当然要选外面吃啊对不对 大概一个礼拜两三天都在家里煮饭 可是我觉得不勉强 自己方便就好了这样子的想法 这是一个住了十年才慢慢发现的事情 所以我并不会说台湾物件很贵 可是跟我以前想象的很不一样 可能来台湾玩的日本人会觉得台湾物件很便宜 因为外面吃得到的好吃的牛肉面 水饺小笼包 日本人最爱的卤肉饭早餐店都是 那么便宜就可以吃得到那么好吃的东西 所以这是真正住在台湾的人才知道的事情 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 是羊肋多 羊肋多的价格呢 跟日本比起来 跟日本差不多 牛奶的话台湾贵很多 可是羊肋多的价钱 日本跟台湾是没什么差别 你们知道去年2022年的时候 羊肋多在日本非常红吗 是一个叫羊肋多一千 这个羊肋多一千去年在日本爆红 我很多日本朋友都跟我说 好想要买羊肋多一千 可是买不到 根本买不到 便利商店超市都买不到 我想说怎么那么夸张 羊肋多到处都有卖呀 怎么可能买不到 结果羊肋多一千就是新出来的东西 效果非常的好 很多人在网络上介绍说 喝羊肋多一千会改变你的身体体质 然后很多人说 开始每天喝了之后 睡眠品质变好 就是原本睡眠品质有问题的人 每天习惯喝羊肋多一千之后 马上就睡着 隔天起来也是精神变得很好 体力也变好的样子 很多人在网络分享 所以大家都去抢羊肋多一千 那时候我想说那么好的东西我也想要喝喝看 可是在台湾是没有卖羊肋多一千 所以我一直想说我也想要喝喝看 结果呢 最近发现羊肋多在台湾也推出了一个新世代共生产品 就是新羊肋多 这个新羊肋多更添加了医生质 羊肋多半乳果糖 可以协助医生菌成长茁壮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协助维起消化道机能 维持健康 我最近上上个礼拜开始 每天喝这个新羊肋多 最近真的每天都有排便 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第一次喝起来的感觉是 哎呦 这个不像普通的羊肋多那么甜 就是我本来觉得羊肋多有一点甜 所以每天喝会不会胖啊之类的问题 可是这个新羊肋多不但减低热量 口味也很清酸 羊肋多是建议每一天继续喝一天一品的保健饮品哦 每一天什么时间都可以喝 补充医生菌 维持肠道的健康 我今天的影片说了那么多抱怨 台湾物件很贵之类的 可是我真的很爱台湾 住在台湾很幸福 你看羊肋多是日本的公司吗 在台湾几乎买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再次感谢羊肋多赞助今天的影片 谢谢 新羊肋多目前在羊肋多通路独家贩卖哦 只要在羊肋多健康购网站订购 救护羊肋多妈妈会送到你家 快到下面的资讯栏或是指定留言 点击爱子的专属连接 并使用我的优惠码 爱国七三吧 这是我的优惠码 满500则50的优惠哦 赶快下定新养热斗吧 我是住在台湾的日本人 如果有什么疑问或是有什么问题 欢迎下面的留言区留言给我 我每个留言都会看 还有我有Instagram 欢迎来追踪我的IG 然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那今天谢谢看到最后的朋友们 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